國安職業籃球P家聯盟 十九號在彰化開幕站 不過開打前有球星疑似是被惡意 側錄了不啞影片上傳 甚至接到了恐嚇 刑事局帶回 架售網站的魚姓男子 跟涉嫌恐嚇的劉姓男子 檢方認為他們有逃亡之前 申請羈押 二十號晚上召開了羈押庭 法官裁定收押 因為劉姓男子的父親剛從中國返臺 還在居家檢疫 所以有有人帶為關心他的狀況 而他跟另外一面魚姓男子 涉嫌引誘直籃球員 側錄不啞片上傳到網路 還傳恐嚇訊息給對方 球員受不了 最後是報警 檢察官以涉嫌違反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 刑法妨害風化 妨害妨 妨害秘密 還有恐嚇取材等罪嫌來偵辦 而且已經疑似有同伙在逃 所以才定收牙